《阳光照亮你的心扉》第二輯 主題一 從質到都感恩 分享主題 心平氣和 《針言》第十四章三十節 心中安靜 是肉體的生命 質到 是骨中的扭難 結帥克萊莫在長達45年職業運動員的積涯結束時 並沒有獲得進入美式足球聯盟命人堂的認可 他雖享有很多榮譽和成就 但卻被命人堂排除在外 雖然他曾經被提名十次 可惜從未獲選 儘管盼望多次破滅 但他仍然大方地表示 我覺得國家美式足球聯盟 在我一生中已經給了我一百份禮物 如果我只是為了一項不能得到的禮物 就感到不滿或者生氣的話 實在太鎖了 如果換轉是第二個 多次和這個薯榮擦身而過 每一次都是看到獎樂別家 或者早已心裡充滿怨恨 但是克萊莫他沒有這樣想 他的態度正正導出 如何保守我們的心 好抵擋那個敗壞身心 吞食骨頭的疾度 但這句經文是出自針言十四章三十節 或者這段時間我們聽聽 針言十四章二十九至三十五節 怎樣說呢 針言十四章二十九節 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 性情暴躁的大顯如亡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質度是骨中的扭難 欺壓貧寒的是肉末做他的主 憐憫窮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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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修的伯仁遭其震怒 这里提醒我们 当我们只是专注于得不到的事物 却佛略早已经获得很多事物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很容易失去了 上帝所持的平静 而去到2018年的2月 黑莱莫第11次被提名 并且终于获选 进入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名人堂 我们今生的渴望 不见得都能够好像黑莱莫那样得上所愿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数算 上帝已经慷慨地治愈我们很多的恩典 我们就能够心中安静 无论我们想要得到 他不能如愿的是什么 我们永远都可以得享 从上帝以来的平静安稳 身心健康 反思 你在哪方面会特别看重 未能够获得的事物呢 你会采取哪些方式 将目光放在上帝丰富的供应呢 小秘诀 接纳不完美 接纳自己也有弱点 没有人是完美的 各位朋友 邀请你这个时候 和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上帝 祝你 你赐给我珠般的祝福 是我生命的源头 你是我心中所渴慕的 远善过这个世界一切的事物 求你保守我的心 赐给我心中的平静 能够抵挡质道之情 奉主命靠 阿们 好多谢你收听 由领明日梁士工制作 《阳光照亮你的心扉》第二辑 主题一 从质道都感恩 十篇心灵分享 盼望当中的内容 能够帮助你 更认识自己 让圣经的话语照亮你的心肺 如果你喜爱当中的内容 邀请你可以点赞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又或者可以和人分享 并且在留言区留言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彼此待吐 愿上帝慈福与你